夏季仰红掌 最怕的就是出现叶片干枯 还有根腐的现象 第一 它喜欢散射光的位置 不要给它放在一个太阳光景色的位置 因为在一个夏天 在南方养护 这个光照比较毒辣 你下次不注意的话 这个光照一旦过强了 最后叶片被灼伤 造成干枯 第二个 高湿的环境 对于这种植物来说 这个湿度要求是特别高的 最好是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比较适合它的生长 第三个 通风的环境 红掌的根 是肉质根的一种 如果这个土芽积水过多 它就很容易造成烂根 我们可加强通风 对它是很重要的 不要长时间处于一个积水的状态下去养护 只要把这几方面的养护药件都做好了 这些叶片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情况 可以每七天的时间 喷洒于是高纯度的磷酸金价 一比一千的量 整个局处喷洒均匀 太阳下山之后喷洒 避免黄叶干枯爆裂的现象 让它越长越有力 叶片有力 还有这些花朵 更加的鲜艳的了 同时结合散射光的作用下 养好一盆红掌 是特别的容易的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